咱们国家文化博大清深 老祖宗很早之前就对家庭教育问题做出劝诫 意在让天下父母不要重蹈覆辙 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正确的指引 从而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动良之才 比如有句俗语说 女大不必富 儿大要必母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女大不必富 从字面上来理解 那就是女儿长大成人之后 也不用太避讳自己的父亲 是不是感觉很难捉摸 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隐私 毕竟男女有别 女儿长大了 那就知道礼仪廉耻了 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必须要有分寸了 即使肉麻的说法 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那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于亲密 而老祖宗说的不避讳是指的生活经验的交流 是精神层面的 肢体上的亲密接触肯定是要避免的 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应该很多道理 而这些道理是父亲必须要传授的 比如女儿要了解男人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父亲 女大不避妇就是希望女孩子要经常接触父亲 因为女大当嫁 而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择偶的标准是什么 女孩子都是可以从自己父亲身上得到启发 和获得重要参考价值的 而作为父亲也应该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为女儿树立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在对家庭的认知 对恋人的相处方面都要做积极的引导教育 那为什么儿大要避母呢 这里边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比如当着孩子的面换衣服洗澡等等 结果使孩子过早产生对异性的渴望 所以在隐私方面还是需要回避的 二是指男孩子要懂得独立 不要做母爱下的巨婴 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男孩要群养女孩要富养 其实也是希望男孩子能够及早懂事 把肩上的责任担负起来 男孩子长大后不仅要努力打拼事业 还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作为顶梁柱的存在 那就要有独立自强的决心和信心 男孩子大了如果还像以前小时候那样 在母亲怀里撒娇 这样的男孩子永远长不大 更谈不上男人饿儿了 而这样的溺爱肯定会耽误儿子成家立业 同样女孩子大了 如果还像以前小时候那样 毫无分寸的与男性相处 这样的女孩子也会吃很多亏 更谈不上自我保护了 这样的毫无防范之心 会让女儿成为心怀不悔之人的猎物 所以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句俗语 女大不必妇儿大要必母 其实是很严肃的家庭教育问题 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don